這次我們這首新歌Woomers 其實內容很簡單 就是追女生 Woomers就是沒有聽過一些關於我對你的謠言 我有少少喜歡你 我常常幻想著你 一個很簡單的內容 這首歌我們找了一些外國的作曲人幫我們去做 Everard收了這個demo回來 我知道這幾個作曲人都跟很多不同的 大門的明星合作 例如PTS他們 這次Everard選這個demo 其實我覺得很有型的做我們第一支英文歌 因為跟我們之前的曲風都有點不像 我們第一次是講比較多類似兩性關係的這個題目 所以我覺得做我們第一支英文歌 這次我覺得挺新鮮的 我覺得第一次錄英文歌其實挺好玩的 錄音的時候我們有另一個監製叫Andrew 一直錄的時候一直幫我們收拾口音 收拾了很多我們英文的咬字反音 如何去復興這首歌 所以其實這次唱這首歌歌唱技巧 還有一些新的突破之外 我覺得在語文上也挺有突破 還有有趣的是我們那個Andrew監製 他很正能量的 很鼓勵我們的 我們每場一舉 他都贊到我們天上有地下舞 搞到我們唱的時候都很有自信 這次拍這個MIRROR的新歌MV 很開心 真的很久沒有大家一起跳舞 一起唱歌 所以現在大家都有自己的欣望 所以一起再繼續跳舞 是值得開心的 第一次錄歌是第一次網上錄歌 都挺新鮮的 我覺得 錄歌 Andrew 很給我們信心 我們去錄 很多鼓勵 我覺得很舒服 還有 他令我覺得錄完那一刻的成品是好的 進軍海外的感覺 希望作份多些人喜歡 如果可以去到其他地方我製造 或者整隊一起去排台 都很開心 這次錄Rumors這首歌最難忘就是 整首都是英文 應該是出道以來 沒試過在錄音裡面唱這麼多英文詞 但是很好玩 因為有Andrew的Vocal Coach 所以整個錄音過程就很新穎 因為平時通常只是跟Edward兩個人錄 但是這次加上Andrew 整個Vibe認真得來 加了一點搞笑的 因為Andrew錄一句 他都會讚你一句 比Andrew 讚我英文很開心 因為 可能Andrew也是一個 錄開國際音樂的人 所以 他的專業的評論 就很 自豪 對於進軍海外 很期待 但是也很緊張 要有國際性等級 或者標準其實是很難的 所以 不敢奢望或者期待太多東西 但是 盡力做到最好 第一次錄英文歌 感覺就是 很緊張 因為要錄好英文咬字 又是有Andrew的教導 其實是好一點的 希望我們不會失禮大家 不會失禮國際 關於進軍海外的感受就是 希望自己真的可以由香港重新 踏上這個韓國的舞台 這次是我們第一次錄英文歌 我相信全團成員都覺得是一個挑戰 因為始終都要有咬字 發音 還有你懂得讀英文 還有懂得唱英文 是兩回事 還有可能 我們唱廣東歌的時候 會比較 覺得那個咬字 那個字正康圓那一件事 但可能在英文 又說 Andrew老師 就在我講一些flow的東西 可能 原來不是要咬得好死的 那這些都是真的要向他們學習才知道 希望可以有更多人認識我們 還有希望可以藉著這個機會 跟公司申請 看看可不可以有搭飛機 去其他工作的機會 這次錄英文歌 我覺得最開心是 可以跟Andrew老師交流 因為我們是第一次有這個聲音coach 在旁邊 無論在咬字 還有在唱方面 如何發音 他都可以幫我們調整到一個 很好的位置 還有另外 有些老師那邊 每次都是 凌晨 因為他有美國時差 我們晚上一錄 他應該是凌晨四五點的時候 所以每次看到他 都是 好像還沒睡醒 那樣 但是就要監獄我們 這個是有些好笑的 但是 很開心跟他合作 這次 推出一首英文歌 進軍海外 我覺得 是很開心的 那 是一個 很好的鍛鍊 給我們 每一位 特別是 聽到每個人 唱英文歌的聲音 其實跟他們 平時唱廣東歌的聲音 因為 唱不同語言的時候 其實聲底 有些人會不同 是 我個人很喜歡 Ian的聲音 英文歌的時候 是 就是 比較自然一點 是 中間海外其實沒有什麼目標 也都不覺得是什麼 我覺得首先是希望 令香港本地的觀眾 先認可了 海外觀眾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要 是很長遠的事 等大家 基礎打好一點才想 現在都不敢想太多 去了一個 彩虹村一個很舊的理髮店 很適合我們拍攝 我覺得 加上燈啊 煙啊 所有東西都好像很有味道 很有香港的風格 我裡面 就是那種 舊式的感覺 還有我們在裡面 主要拍一些劇情的東西 就是 例如我 就 有一個跟Mandy 就是說 我看著她 她突然間不見了 最搞笑的事情 就是Mandy很高 有一幕就是 我們這麼多人 看著 Lobman和Alton 夾著Mandy 我們一看她 都忍不住笑 因為Mandy太高 Scarbat 那就是 香港最高的建築 就很漂亮 上面就看到 整個香港 很大的風景 這個MV 我相信 會讓很多外國人 看到我們的MV 我覺得 我們選擇的地方 有很多香港特色 都是豪寫的 因為香港 其中一個夜景 是我們香港最美的 這首歌 其實有沒有想著 我們要進軍海外 我們要打外面 我覺得我們沒有什麼 這個想法 其實主要 都是希望 可能我們有 有這首英文歌 可能就多一個機會 給外面的 其他地方的 聽眾 可以有機會 了解到MIRROR 我覺得音樂 沒有分別的語言 當我們又再出一首歌 就是 因為我們都 不要這麼打力 說我們要進軍國外 沒有這些事情 其實我們心目裡面 只是想做好作品 原來 又沒有試過英文歌 那就試一下吧 可能下次試一下普通話歌 也不一定的 只是多一個不同語言的作品 但是我不管任何語言 我覺得這首歌是真的很好聽的 嗯 我是這麼多的手段 那時候 我也挺喜歡這首歌的 沒錯 已經排第一了 那首帽子我們也很喜歡 是的 所以 希望我們喜歡的同時 大家都喜歡 想做 是 我